阿里本身已经在科网股中相对比较落后 朱姨现在业绩出来也挺不错 但在Chart Room有些人还有一点乐观 问说九九八八会不会来过绝地大反攻呢? 值不值得?还是开过反弹? 我想会不会绝地大反击 不是排除完全没可能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是否这一刻呢? 或者是否一会开始立刻做呢? 这个就难说一点 我想是难一点 因为始终你看昨晚美股那边的压力 其实也有个很大的下跌 我觉得又没太大诱因在那边要这样跌 但是反而这边突然夹回头 所以我想初段或者是刚刚业势这一刻来计算 怎样都要先吁下沽 所以暂时如果你说博 我是一般的 就是一众科技股 其实很多只都回稳了很多 其实压力都相对低位来说回稳了很多 但是如果走势 其实它都算是当中比较弱那一只 再加上乱业绩 也都刚才说的是一般 但是你说这一刻 当然未兑盘了 但是你看昨天开始下跌那一刻 其实已经是跌穿了平均线了 而且成交也突然是多了一点 虽然都意味着短期 还有机会是稍微低一点 所以我觉得暂时你说反弹 做一个可能绝对反击好 或者是开招买卖看好也好 我觉得是一半的 我觉得宁愿先等它下跌 起码 假设这一刻我们下跌到这些位置 因为现在在兑8-4元变道 我当你只是这些位置开 那你起码再看多一次 究竟是10月初那低位132那些位附近 会再穿 因为这些位置不穿就能拨得过 但如果这些位置也穿 即是它继续走一个下跌浪的话 其实到手势会再差一点 谢谢